静静敲醒沉睡的行李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孤独的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景 吹动少年的心 让昨日脸上的泪痕 随即一风干凉 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肖公棍 今天1月17号了 阳光明媚的一天 羡慕吧 最高温度17度 最低温度3度 其实高温还挺不错的 低温就是太低了一点点 然后你们看 这五框夜叉苗 上次我给大家拍过 12月25号 给他们撕了肥 当时拍了视频的 你们觉得变化大吗 快一个月了 感到欣慰的是 一颗都没有挂掉 因为我很少用这种水溶肥 我就担心会仰挂 肥太大了 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好 不过也没怎么长 我给你们看一下对比的照片吧 现在你们看一下 左手边就是 当时拍的那个照片 你们觉得有变化吗 我个人觉得没啥变化 这个摆放的顺序 包括每一框里面的摆放顺序 我都没有改变的 今天我想来给这些夜叉苗杀一下菌 正常情况下 小苗的话 我会半个月左右杀菌的 但是这个的话 已经有很久没有杀菌了 应该都有将近两个月了 所以今天呢 来给他们杀一下菌吧 这一颗 这一颗不会要挂了吧 吓人啊 我看看 这个应该是出雪斑了 小伙伴们 是不是 不是挂的样子 然后这一片叶子 这里是晒伤了 这个是出雪斑了 哎呀吓我一跳 这颗变化还挺大的哦 上一次拍照的时候 这颗应该没有这种紫色的雪斑 还挺好看的 继续努力啊 沙菌药我这次用的是这个 它的商业名应该叫 阿米妙收 上一次我其实我给叶叉苗 杀菌的时候 有些小伙伴还说 我配的那个比例 就是那个浓度低了一点 这一次我稍微配一点吧 因为我觉得没有生病 就没必要配太多 预防嘛 是吧 预防为主 然后呢 给它摇晃均匀 它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白色的 小伙伴们 冬天的话 中午可以像我怎样 给它们浇水 施肥或者是杀菌 夏天可千万不能这样 夏天这样操作的话 首先你给它浇了水以后 它阳光不是特别强吗 然后叶片容易灼伤掉 其次的话 夏天温度太高 这个浇了水以后 简直就是再给入入增伤 也是容易挂掉的 像这种叶叉苗的话 就是它们现在长到这个程度的话 还真的是要小心伺候着 否则的话一挂了以后 哎 前功尽弃了 这一棵长得好大呀 其实给它们这个杀菌的过程也挺自愈的 看到这些小水珠噴灑在它们身上 感觉好舒服呀 你看它们沐浴的阳光 这五框鹿鹿还真的 我对它们期望值还挺高的 春天到了的时候 就要开始扒它们的叶片进行叶叉了 过完年以后不知道它们能长多大 一个月吧 给它们一个月的时间 像这一棵的话 其实就可以扒叶片进行叶叉了 这一棵就稍微小了一些 这一棵母叶都还在 你看 这个就是母叶了 最近的温度其实挺好 就是最低温度低了一点 要是最低温度有个七八度就好了 我觉得这一些叶叉苗应该会长得飞快的 哎呦 差点把人家拔起来了 我怎么感觉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啊 扎根还扎得不是很好吗 这个盆里面的叶叉苗全是成功路 长得不错吧 10月7号定制的 这个头应该是坠化了 就是现在我教的这个头啊 就是这个应该坠化了 据我观察 长势真好 这一棵 这一棵你们看 是这个样子 我还以为挂了呢 然后这一棵的话 嗯 长得不行 其他的我觉得表现 大部分表现都还挺好的 好了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嗯 嗯 嗯